我也是从一个小小的群众演员开始 一路摸爬滚打 我不问价格 起早贪黑 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经常被导演骂 一直到现在能够驾心救赎 成为了一名角色演员 截止目前呢 我已经拍摄超过40部电影电视剧 但其实我这样努力 收入也对我的负债来说 也只是杯水车薪 在我最低谷的时候 我记得我一天会接到40多个推广电话 那些打电话的人不仅给我打 还给我的家人打 给我的同学同事打电话 几次我都想过有轻生的念头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我遇见了梅了家 对 说到遇见梅了家 我必须提一下我的推荐人 就是老曹 曹洞颖 他不厌其瞒地推荐了我13次 给我拒绝了12次 拒绝到最后我都已经不好意思了 我在想听自己找个台阶下了得了 一点都不难 只要我们坚持 只要我们持续地去推荐 对方不拉黑你 你就有机会 那在我成为梅了家会员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老曹也多次地找到了我 来跟我聊梅了家的这份事业 想让我一块儿跟他建议梅了家 可是 那个时候我看不上梅了家 我觉得这是小钱 我觉得 我还有退路 我还有项目没死透呢 我还有可能还有钱拿着 当然最后 所有的项目全部死透了以后 我终于发现 那个时候拍戏也不是天天有 原来持续收入这么重要 于是我主动找到了老曹 开始经营没了家 但是 人无完人 我和很多小人物一样 我也有着自己的劣根性 我懒惰 我拖延 别人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是一天打鱼三天晒网 但是梅了家很公平 就是我这样一点点的努力 在梅了家都可以被累 几年年的时间我达成了第八 不快 但是我看到了希望 就在我准备全身心投入梅了家的时候 老天爷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2019年的时候 我的母亲查出来癌症晚期 只有三个月不到的时间 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懵了 我傻在那里 因为我在想 我以后应该是挣了钱 我再去孝顺父母啊 这是明天和意外 真的不知道谁先来 所以我放下了拍戏 放下了梅了家 我搬进了医院 我全天24小时地 陪伴着我的母亲 我不希望我的人生 有任何的遗憾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 直到她离开了我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颓废 一蹶不振 我也很想进入梅了家 但是我真的没有动力 我真的失去了我当初的那股憧憬 因为我觉得最爱我的那个人离开了我 我对不起我恩机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七个月的时间 我都没有怎么做我的家 但是我惊奇地发现 我的持续收入居然跃跃到账 从不缺席 而且我发现它还在不断不断地增长 这个时候我对持续收入有了全新的认识 没有过多久我就晋升了SD 在我晋升SD的那一刻 我真正看懂了梅了家 看懂了持续收入 我混沌着问上SD 如果我努力呢 所以我终于找到了勇气 我全力开始进入梅了家 我开始学习 我开始看书 我开始一边进入梅了家 一边修正自己 我找到了责任 我就没有了懒惰 我知道为何 我就可以迎接任何 我开始认识自己的不足 接纳自己的不足 修正自己的不足 最后成为了那个更好的自己 我很开心 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现在的债务 最早今年年底 最晚明年 我就可以全部还清了 这是梅了家给我还的 所以我现在在梅了家收获到了 健康自由时间和陪伴 我有着非常充分的时间 陪伴我的伙伴一起打拼梅了家 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的家人 虽然我的母亲不在了 但是我会去陪我的外公外婆 我会经常陪他们去买菜 有的时候仅仅只是在阳台上陪他们晒在太阳 他们有的时候只是发发牢骚 发发呆而已 我就坐在旁边看书 有的时候我还硬喝两句 但是这样我也很幸福 我会回家陪我的奶奶 陪她看她喜欢看的电视剧 有的时候我也会拖着她陪我看 我喜欢看的电影 有一次我跟她看《魔鬼终结者》 八十岁的老太太 她说 那个机器人怎么打也打不死 我就在旁边这样望着她 望着她老太隆重的样子 望着她满头白发 望着她喃喃自语 望着她聚精会神 突然那一刻我觉得好幸福 我想也许这就是天伦之乐 这是美乐家给我的 现在我每一天都很幸福 我做每一件事情都很幸福 这是我原来从来没有过的 就是因为我在美乐家 收获到了那个更好的自己 我的成长 在美乐家所获得的成长 所以最后呢 时间有限 我送给大家一个小故事 曾经有一块巨石 被一批两半 一半做成了石佛 一半做成了石阶 若干年过去了 石阶终于忍不住去问石佛 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总是千人踏万人踩 而你总是千万人来炒拜 石佛笑着说 因为当年你只被切割了六刀 而我被切割了千百刀 生活不会给我们想要的 生活只会给我们应得的 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结束了 我是赵公子 太棒了 谢谢小单的精彩分享 我好 我好 我好